何文田站上盖的首个项目如一第一B期公布首张交单 全盘只有九伙的标准一房 第一批就推了六伙 由于开积只是300多尺 致实存数不够800万 最低780多万 两房或者以上的户型 存数超过1000万起步 最贵2600万 成批50个单位 尺价21,800多 去到27,000多元 平均尺价24,800多元 比附近的半身屋远天住的二手尺价 大幅低了超过两成 和远离铁路站的一二手住宅比 就贵了最多三成 不过是否真的低开呢 发展商就不敢认 我们今次其实可以说是 很贴很贴很贴的时间来开盘 因为我们觉得经济或者疫情 都已经开始复偿 复偿的时候 初期我们都希望用一些比较吸引 或者是比较贴近市价的盘去开盘 甚至可能是会低我二手 我们有些价钱 所以我们一定一定是会有加价的空间 项目以两房为主 示范单位展示的开迹 今次就没有推露 反而推出旁边的D室 低层面积大了十几呎 折实1000万起步 尺价最低21,800多元 看一下交流标准是怎样 同一款的开迹 之前看过改动过的单位 再看看交流标准 或者更加能够理解买到的实物会是怎样 在经改动单位 门后面的纳裔做了张墙凳 原装装修原来都有矮贵 不过想坐下换鞋就要再找地方 近门的位置是开放式厨房 连同矮贵 整个区域都是木纹式为主 厨房和经改动单位的分别不大 在头顶是灰色焗漆色面的厨柜 有电磁炉和升盘 工作台面铺了人造石 长身就用上天然石 还有位放咖啡机等的小家电 自然就要准备插座 有蒸焗炉、雪柜和洗衣干衣机 大厅长超过4米8 有大约140尺 不过饭厅的空间就不算明显 客厅阔2.7米 够位放齐梳化、茶几和电视柜 地板的交扭标准是复合木材 两间房的长身都是薄长 相信可以灵活改动 进头的露台22尺 呈梯形预计望红磡方向 走廊连接两间睡房 小房大约50尺 比常见的60尺就小一点 布局的选择不多 睡床靠窗放之后 再放书桌和衣柜已经没位置了 近乎落地的大窗 不是和房一样阔 墙外面有建筑装饰 在对面的浴室有浴缸也有窗 在新盘来说算是加分位 楼书显示长身铺了瓷砖 传统上没有天然石那么耐用 疏洗用品可以放入镜柜 洗手盘台面都可以 主人房都偏小 只有七十多尺 一边留有衣柜位 开积最大的缺点在于工作平台 独立放在主人房 空间不大之余 还要流通到出去 在房里面也没有其他可以开启的窗 要通风就一定要开门 也影响使用 本港今轮的加息周期 主要的大型银行 两度上条二手按揭的封顶利息 累计加息0.5厘 不过中小型银行 按揭利率仍然低渐3.125厘 最终就迫使大型银行再度减息 去提升竞争力 减幅0.25厘 实际按揭去到3.375厘 有按揭中介就提醒 不要过分解读 我估计大银行今次调整 Tat rate主要是因为楼市都回暖 所以想增加竞争性 但这又不代表银行之后 不会去加 继续加最优位利率的prime rate 因为始终prime rate 都是受制于美国的息口走势 银行一方面减息 另外一方面也减少现金回赠 令到两者互相抵消 例如要拿到最高2.45%的回赠 除了用贵息 贷款额也要超过一千万 月供贵了一千三百多元 但回赠就多了二万五 要18个月的供款才能抵消 所以按揭中介就提醒 不要只是探低息 我们就要去分析 比如说可能有一家银行的利息 稍微高一点 但现金回赠可能又是高一点 虽然利息低一点 但现金回赠是少 其实两年供少了利息 也复充不了现金回赠 而两年之后我又是打算转换的话 那可能我就是选择一些 贵一点点的利息 但高现金回赠 但如果你的看法说不是 我觉得未来十年都会继续加息的了 那当然应该是要选择 最低利息的那家银行 可以快点 是真是要选择 是有些人 是出品的 Hik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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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złys 重新啟航